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就是最美总理,英拉·西纳瓦 1967年6月21日,英拉出生于泰国清脉 英拉所在的西纳瓦家族,最初姓氏为邱 租籍在广东梅州丰顺县 英拉自称拥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还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邱英勒 作为一个女人,英拉是值得艳羡的 不仅是因其迷人外表与独特气质 更是因其人生履历 英拉可以说是含着金汤池出生 是从公主成长为女王的代表人物 英拉祖上三代,均在泰国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 家族事业延伸政商两界 在英拉出生时,西纳瓦家族 已经成为了泰国影响力最大的豪门家族之一 英拉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从出生就备受宠爱 受家族的影响和培养 英拉也非常出色 不仅拥有交好的外形 温柔出挑的气质,还是一个学霸 21岁那年,英拉就获得了泰国顶尖高校 清迈大学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学士学位 之后,她前往美国肯塔吉州大学留学 顺利拿到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英拉虽然主攻政治相关专业 但她对政治却毫无兴趣 凭借着家族资源 1991年,学成贵国的英拉 不愁找工作的问题 西纳瓦家族众多家族企业 可以随便让她挑 从1991年到2011年的这20年里 英拉一直在商界打拼 先后做过西纳瓦电话公司的经理 传媒公司的总经理 移动公司的CEO 以及地产公司的总裁 这些都是她的家族企业 无论从通信公司还是地产公司 她都做得有模有样 颇受好评 一个颜值高,能力强的女性 到哪儿都是一条风景线 这种风光的日子 从1991年持续到2011年 尤其是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 风光达到了顶峰 因为那六年时间 她的哥哥她姓是泰国总理 所以在那个时候 英拉的家族是一个辉煌的家族 而英拉本人则是一位 积权力、美貌、财富于一身的女人 然而 不论这20年间 英拉所做的一切有多么辉煌 与英拉后来总统生涯 所发生的一切来说 都变得黯淡无光 2011年 44岁的英拉当选泰国总理 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并且被世人称之为闪电总理 因为从宣布参选到当选 她仅用了82天 却也体现了英拉过人的才华 和家族势力的强大 此时44岁的英拉 成熟稳重 做事不强势 也不软弱 加上颜值高 笑容迷人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 有效地提升了泰国的国家形象 同样也是因为身为女性且貌美 很多人并不看好英拉 以为她只是个会享福的花瓶 尤其是英拉上任仅两个月 便遭遇泰国50年来 最猛烈的一次水灾 某些不怀好意的政客 更是期待着她满地鸡毛 但最终 这些人大失足望 那一次水灾 让英拉错不及防 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都被淹 造成经济损失 约30余亿美元 让英拉更敢棘手的是 水灾之后 作为大米出口国家 泰国将会有大批米农 面临生活困难的问题 果不其然 水灾过后 大批米农损失惨重 水稻种植树 满目苍蝇 英拉作为政治新人 在百姓村需要她的时候 决定先亲自前往灾区 给灾区群众吃一颗定心丸 当泰国民众 看到英拉这个 自小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坐在简牢的牧船上 甚至连防护措施 都没有做的时候 他们很快建立了 对她的信任 去到灾区后 英拉亲自为灾区人民 发放了物资 并告诉灾民 无必担忧 她一定尽最大努力 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活动 再后 英拉多次前往种植区 查看土地耕种情况 那段时间 英拉听到了各种不友好的声音 但她始终没有让灾民失望 后来 英拉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后来 成为她被控诉的理由之一 英拉知道 一时半会儿 要米民恢复国网生产水平 不限时 为了稳住泰国大米出口的地位同时 也为了提高利益 英拉开始在全国 推行大米补贴政策 她以高于市场价 四倍以上的价格 收购百姓手中的大米 然后囤积起来 等到国际米价 因供不应求而上涨后 再进行抛售 从经济理论上 这个政策非常合理 不仅能整体提高 泰国农民的收入 还能让政府发一笔横财 可谓是双赢 当一切都在英拉计划之中 顺风顺水的运作时 意外出现了 英拉并未了想到 在泰国陷入困境时 越南与印度 开始增加大米出口量 这样以来 英拉的计划 便被全面打破 米价非但没有涨 反而降低了 泰国的高价大米因而滞销 与此同之 由于政府 并非直接使用现金 向农民收购大米 而是打下白条 计划在出口销售后 再兑现 所以 光大米农 不断在向政府施加压力 企图早日拿回 属于自己的利益 就这样 英拉政府陷入了窘境 倘若继续囤积大米 必然会引起 全国米农的反抗 倘若全数抛售 政府又需要自掏腰包 填补巨额差价 雪上加霜的是 大米收购政策推行期间 英拉政府 滋生出严重腐败 开始收购他国大米 再卖给泰国政府 以此赚取价格差的官员 比比皆是 这进一步加重了 泰国国库的负担 据统计 英拉的大米收购政策 至少导致了 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损失 原本 英拉的这一政策 是为了补贴米农 但因他这一决策 让泰国遭受了 更大程度的经济损失 但对英拉来说 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 从2006年 他信下台 到2011年 再次大选来到之前的五年里 泰国先后 有七个人做过总理 只要军方不满意 就会被迫换人 而上任之后的泰拉 小心处理着 和王氏与军方的关系 对于整天盯着自己的反对派 以用笑容去回应和喊话 所以 反对派内心很慌 如果这样下去 怕是英拉 要像他前二十年 在生意场上那样 一直干下去了 所以 英拉在大米收购政策 出现失误后 反对派瞬间抓住机会 要利用英拉这个很大的失误 把他赶下台 最终 英拉被恐毒职 成为弹劾对象 2015年正式下台 被迫下台后 英拉不但面临 多达10亿美元的赔偿款 当时的英拉 仍然在想方法 弥补过错 甚至想抓住机会 享受平静的生活 在那期间 她停下脚步 如同一位平常人家的妇人 种植蔬菜 照顾孩子 并且继续关注米农状况 英拉先是自掏腰包 收购大米 在发现是杯水车薪后 她仅亲自在市场 卖起了大米 英拉为民办事的心 感动了很多民众 当日 英拉的大米 几乎被抢购一空 但异党 显然不想轻易放过 西纳瓦家族 他们必须让英拉 彻底倒台 在最后一次庭审中 除了英拉总理 还有其余26个 曾做过英拉政府的 内阁成员 这些人被判处的刑期 从10年到40年不等 英拉的刑期是10年 但10年后 她可就60岁了 如果她在法庭上 接受审判 无论这10年刑期 是立即执行 还是缓期执行 法官落锤的那一瞬间 不明真相的泰国百姓 反对派 军政两党 必然会再度让 泰国的政治局势 注定陷入 长期的动荡之中 想要避免 这种局面的出现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不要宣判 不要宣判的办法 有两个 一个是最高法院 改变主意 另一个是被告不见了 无法宣判 但法律 当然不能亵渎 只能使英拉 自己离开泰国 面对困难的选择 英拉最终 还是下定决心 2017年 在军方和王国的默许下 他选择背上一口 为最先逃的黑锅 逃出泰国 流往海外 在自己的最后 政治生涯中 拯救了泰国 但流往海外的英拉 过得丝毫不狼狈 首先 是政治层面的因素 就确保了 他生活的安定 泰国并不会急着 要逮捕英拉 因为那意味着 另一场更大的风波 英拉在民间 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普通民众 大都很支持英拉 但代表着 底层人民利益的英拉 并不受泰国皇室 及上层精英的待见 因此 在英拉实行 大米补贴政策时 他们就决定 要让英拉下台 逮捕公告发出后 英拉算是正式下台了 为了维稳 泰国政府 不会继续的英拉 大力施压 而流亡之后 英拉便很少 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在一国他乡 英拉先后娶了英国 中国等国家 但最终安顿于塞尔维亚 在那里 英拉过着悠闲 而安定的家庭生活 直到18年6月 英拉51岁生日那天 她在脸书上发表动态 出任广东汕头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及董事长 重回大众事业 但这个选择 或许正是英拉 寻根情节中的一环 如今 已过半百的英拉 依旧身材异议 依旧在商场上叱咤风云 我们再看到英拉 首先感叹 岁月为何 未在她的脸上 留下可怕的痕迹 她依旧温文尔雅 气场十足 在她身上 岁月的痕迹 都化作了韵味 但实质上 对于泰国人民来说 英拉虽然不是一位 成功的总理 但她一心为民的行为 都被泰国民众看在眼里 而对于我们来说 更让我们羡慕 与佩服的 英雪 她对自己人生的把握 在中年时 她遭遇了人生的滑铁炉 但风波过后 却仍能无所其事地 卷土重来 做回当初那个人生赢家 未来还很久 英拉的人生 还会更精彩 这些人生的滑铁炉 也会更精彩 对于泰国人生的滑铁炉 对于泰国人生的滑铁炉